大家好,我是麦麦老师 还记得两个星期前 我教你怎么把 番石榴的果肉取出来吗? 那石榴是一个很高营养的水果 但是要吃的时候很麻烦 那今天呢,我就教你怎么弄成果汁 就是用一个很方式的 很简单的方式 那首先 你需要一个果汁鸡 你知道什么是果汁鸡吗? 就是这个 那你需要 加入适当的水 Whatever 然后 就把刚才那个取出来的果汁呢 加进去 包 OK 那现在呢 需要 为什么要把番石榴放下去 果汁鸡蛋呢? 因为 它会把它的种子 跟它的果肉给分出来 所以待会呢 你倒在杯子里的时候呢 你的那种子 是会沉淀下去 那你就会吃到种子啦 看到吗? 种子是在下面 这里 是没有种子 种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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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试试看 到底什么什么 读 好 干杯 下次再见啦 Bye